我同学们好,我是小红苗,大小的小,小红色的红,苗圃的苗,我十八岁,告诉现在准备去俄罗港大学,很兴奋。 现在我要进行自我介绍,给你看看我的生活,然后给你推荐一些去美国上学的建议。 我每天让我母亲的狗安努比斯出去走路一下。 我们叫他安努比斯,或者在英文安努比斯,因为它是个完全黑色的狗,耳朵直肌了,看起来和埃及的声很相似。 周一,周三,我跟我爸六点半是开车去圣马里学校,练工检书练一个小时。 然后八点半,高中上学,所以我一定要去上课。 我有四节课,第一节课是微积分。 对我来说,微积分虽然有点难,因为你要背太多的东西,但是因为真的有用,所以我非常有兴趣。 第二节课是心理学,因为我长大可能要当一个医生,所以这种课非常有用,但好有意思。 在这节课,我可以学脑子结果,让我了解我自己,大多理解为什么人们常常是太笨笨的。 我最后的一节课是学习中文,但是因为AP中文课仅仅有六个学生,都互相认识好久了,所以我们常常工作很慢,分心得很快。 下课以后,我周一周三去当地医院当医工,帮我的ICU工作得很舒服。 我一边做医工,一边听音乐,虽然这是做一些重复的事,但是让我为社会服务。 那现在,我要给你一个提醒,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,所以我周末常常就是在家休息休息,玩电脑游戏,做作业。 但是,现在我有好多的课外活动,究竟是演讲与辩论队和模拟发展比赛。 第一是演讲与辩论队,常常是穿很好看的衣服去跟别人说话或者辩论。 在中国,演讲与辩论队有好多的活动,但是,现在我在做即兴说话和幽默的书写。 即兴说话的意思是,你说到三个句子,用半分钟准备好,然后演讲五分钟。 幽默的书写是个非常好玩的活动,你选择两三部电影表演,目的是进行非常幽默的表演。 这个活动看起来很好玩,但是背诵非常难。 演讲与辩论队,甚至还有一种对中文能力不太好的人,很适合的活动,叫Lyle。 没有很多人参加,所以比较容易硬。 第二个活动是模拟发展比赛。 你受到一个法律的案子,要准备好检查或者保护一个人。 非常有意思,我现在是个演员,当两个见证。 那,如果你要来美国,你应该学什么呢? 接下来就是我的推荐,所以你首先应该想象那节课很适合你,这样你学习会学得最好。 这课程方面,你应该上世界地理科,不但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了解别的国家的情况,还能练习阅读口语能力。 你应该跟Hunter老师学习英文文学,他教我以前,我不了解为什么对世界来说文学很重要。 但是现在,我知道了,美国还有好多的课外活动,可以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影响,所以你应该参加辩论队。 因为我内想记得了,我的脸常常看起来色了,所以有一个课外的活动让我进行自我介绍,下课后聊天,练习练习我的演说能力。 好,我觉得我说了足够多了,没有别的建议,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,所以祝你们学业进步,五月见。